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是大启示啊 我们太荣幸了 竟然能做四少和尹小姐的正会人 怎么还叫尹小姐 应该叫夫人了 大家说 应该让四少和夫人喝杯酒吧 四少快给夫人斟酒啊 我知道你不胜酒腻 但看起来这杯酒是在所难免了 夫人 请 好 好 好 我们去谢谢我们的大媒人 来来来来来 进阵 我们夫妻二人 应该单独敬见我们的大媒人 进阵 如果没有你 我和静婉就没有今日 万般感谢 都在这啄酒一杯中 干了 心知 你我相识的日子虽短 可是这段时间 我们从相识到相知 我敬你 众你 你是佩怜的好兄弟 那我 就算是你的弟妹了 这一杯酒 感谢你一路的护送和照顾 今晚谢过了 怎么了 还不接过你弟妹的鲜美酒 谢了 弟妹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 大家一定要开怀上瘾 要不醉不归 好 来 我有样东西 要给你看看 什么东西啊 这是婚书 佩玲 我念给你听 慕容风 引静晚 签订终生 结为夫妻 愿琴瑟在遇 莫不静好 你看 我们的出生年月日 集冠性命 全都齐备了 怎么 你不喜欢 不是 好像这一切 像是做梦一样 你可要想清楚了 一签字 你可就姓慕容了 今晚 你可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这次前线巡访 可能单刻的会久一点 你若是觉得寂寞 可以找其他将领的女眷们做伴 我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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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发 静雯 你没事吧 知道他们要上前线 可我的心里 还是会有些担心 你的新生活 才刚刚开始 既然嫁给了佩琳 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要承受得了 很多寻常女人 承受不了的东西 我知道 更何况 现在是烽火硝烟 并不是寻常的日子 是啊 尤其是做随军夫人 更是难上加难 不仅要一路随行地奔波跋涉 经历各种艰辛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在军中树立自己的威信 得到将士们的尊重和敬佩 要做到这些 看来我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静雯 你有信心吗 我离家那一日 就已经知道前途艰辛 一定是超乎我的想象 可是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静雯 怎么了 信之 你已经在这安定下来了 我看 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 你要走 信之 多留几天吧 这里是你跟佩妮的新生活 她终究不是我的 我想是时候 该回到我自己的生活里去了 我知道 你是个有责任心的好大夫 一定会敬重自己的工作 迟早会走 不过 你真的要走了 我的心里 还是有些舍不得 你千万别这么说 其实我 信之 你说 什么时候的阳光最温暖 夏日的交阳吧 不对 我认为 是冬天的太阳 它那么暖和 简直可以暖到人的心里面去 对于我来说 信之你就好像是冬天和煦的阳光 好像只有你在 我的心里 才会很安定 静雯 可如今你却要走了 我一个人 要面对今后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心里 还真有些没底呢 静雯 我们是贡国患难的朋友 你放心 不管我身在何处 只要你需要我 我就一定会站到你的身边 好 让一下 让一下 老下 老下 一段时间没来 这里仿佛变了许多 燕老爷 如今我们家 的确变得凄惨了很多 燕老爷 如今我们老夫人病重在床 大少爷又 招呼不周 还请您见谅 哪里 哪里 廖先生太客气了 我们 还是去探望老夫人吧 好 请 老夫人 真没想到 您已经 病得这么沉了 我们家老夫人 整日忧愁着大少爷 饭也吃不下 药也喝不尽 这病 可不就愈发沉重了吗 建章她 还是没有恢复过来 我可怜的孙儿 老夫人 您也别太忧心了 无论如何 您都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尹老爷子 您还是快走吧 别让建章看见 又冒犯您了 建章是个好孩子 他不会的 尹老爷 我们家大少爷 已是今日不通晚日了 实在是失礼了 您哪 还是赶快走吧 建章 你来了 少爷 您老爷是来看老夫人的 尹老爷 请您马上离开 少爷 建章 你看我走 您难道不明白 奶奶病成这样 全是拜你们尹家所赐 就是你们尹家 把我们许家害到如今这个地步 尹老爷 您还有何面目 踏进许家门开 你 建章 你说得对 是我们尹家 对不住你们许家 一辈子也无法弥补 老夫人 你多保重 老夫 我们走 你 你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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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你怎么了 您别吓我奶奶 来人 有人吗 来人哪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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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流血 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你别胡说 奶奶她不会有事的 奶奶 奶奶 我做了我的最好 我对不起 哥 他说什么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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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你快进来啊 奶奶 奶奶 老夫人 少爷来了 少爷不孝 让奶奶病成这样 就是少爷不好 是奶奶的大险道了 怪不得别人 奶奶 你不要死啊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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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苦 奶奶有话 要跟你们的大哥说 你是个可怜的孩子 爱那心里 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小小年纪 挑起了家务的重担 别人家的孩子 还在享受负慈母爱 无忧无虑的生活 而你却要四处奔波 为徐家的家务 也情尽了心血 也好不容易 终于可以和今晚成亲 终于可以过着自己喜爱的生活 没有想到天不随人缘 老天爷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奶奶 你跟你说 老天爷要为难你啊 让你受这样的屈辱痛 可惜奶奶没有能力 帮不了你 奶奶奶 是健常没能 是健常无能 奶奶 快别这么说 奶奶听了 多心痛 奶奶就要走了 你要是这样自暴自弃的话 奶奶就劝之下 死也不能 瞑目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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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听我最后一句话 奶奶要你 真做起来 好好照顾你的弟弟妹妹 重振 我们许家的家业 答应我 答应我 大婴 大婴 realizes 真价 母 妈妈 再给你去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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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请 爸 回来了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也不通知一事 我好派人去接你呀 不用那么麻烦了 爸 您挺好的吧 还好 来 新智啊 你是从清平镇回来的吧 爸 你怎么知道 我虽然脱离成军 但是在那边 我还有很多的朋友 爸 佩林那边的事 您都知道了 你是说慕容峰和尹静瓦结婚的事 是吧 锦池知道吗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那他到底知不知道 我已经尽量封锁消息 这件事 锦池应该还不知道 爸 这直里是包不住活的 咱们也不可能瞒他一辈子 他早晚要面对这个现实 这些我都明白 我只是担心 他知道以后 想不开会出什么事 锦池啊 锦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吃错东西了吧 他在你面前死的 你不知道 死了又怎么样 不过是只触手而已 锦池 这也是条生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哥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应该留在清平镇当军医吗 锦池啊 我们一家人出去好好聚聚 好啊 我们出去吧 我二家人出去 我一家人出去 都 لا 知道的 赵 如果 Ace 阿姨 你不许哭 陈金芝 你不能哭 我告诉你你不许哭 来来来来 该谁了快谁了 我说 你的 我的哪儿啊 该他了 好吧 来来来 五万 三笔 三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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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夫人好 少夫人 你这招去哪儿啊 怎么这身打扮的 哦 我穿成这样 是为了做起事来方便些 啊 过来打牌吧 哎呀 对不起 今天我不能陪诸位打牌了 为什么呀 我要去营地的医疗点看看 帮助他们救济伤员 什么 你要去做护士啊 哎呀 那多累呀 可不是啊 你哪能干得了那种粗活啊 那伤员呀 流了那么多的血 哎呀 多可怕呀 我都不敢看 可是那些伤员 就如同我们的夫君一样 他们也是有父母 有妻儿的 可如今他们已经受伤了 你们想 他们的亲人该有多着急呀 我想去看一看 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啊 你们慢慢玩吧 我们走 来吧来吧 好吧 你们两个 去哪啊 去哪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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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们也想跟着一起去 是啊 好啊 可是 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过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 不过我相信 只要我们有这份心在 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嗯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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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快快 快来 快点快点 这边 小心 小心 来 来 可以吧 可以吧 来 拿纱布来 快快 小心点 来 我来帮你 快点 慢点 añ 医生 besch 忍一下 快点 快点 来扶一下 这边还小其敬 快点 还站着干什么 赶快过来帮忙 帮我玩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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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插 插 沙布快 好的 快快 快快 赶快帮他执血 血流掉了 就没命了 так 赴血 怎么 怎么这么是血 来 大夫 纱布 给拿纱布啊 往那边去 那边还有床尾 快 大夫 是这个吗 是 你过去 快 是 是放到这儿吗 对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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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来来来 快 回一下 回一下 快点 快点 再坚持一下啊 快 纱布 纱布 往这边来 往这边来 回他过去 快点 直行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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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先去下 佩玲 我没事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路上辛苦了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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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没事吧 没事 我只是 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伤员 和那么多血 一下子有点不适应 快点 你要是干不习惯 不要勉强自己 知道吗 你放心 我能醒的 伤员来了 我先进去了啊 快点 还在这儿 你没事吧 快点 还在这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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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做什么 好 您来把它处理一下 这交给我吧 你去帮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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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国给我 你看 这三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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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大夫 我包扎完了 请你赶紧手术吧 好 忍着点 坚持住 来来来 先进来 这边 对对对 在看什么书呢 是这双手 救治了那么多受伤的战士 给他们擦汗 是鞋 包扎伤口吧 以前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有毅力 可是看到那么多鞋以后 我也快坚持不住了 可我一想到那些受伤的小战士 多可怜呢 我就一下子 又有了勇气 你今晚 你不该太辛苦的 我既然做了你的妻子 我就要多帮你分担一些 哪怕只是一点点 我也会尽我所有的力量去做 但那些事情你毕竟没有经历过 很多事 不要太为难自己了 不为难 以前呢 我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 可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我是你的妻子了 就要学习为妻之道 做个合格的独军夫人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谢谢 Sup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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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今晚 慕容风是你们害死我的奶奶 我跟你们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哎呀 饿死了 哎呀 饿死了 好 好 好 别急啊 会有吃的 别急啊 别急 会有的啊 别急啊 阿姨抱抱不哭了啊 不哭了 哦 宝宝不哭了啊 小东西 怎么是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哭了啊 朱市长 你们看到这孩子的家人了吗 没有 哦 不哭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啊 不哭了 这孩子的家人朱市长呢 朱市长 哦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贱东西就砸 贱人就养的那个战俘 哎呀 我们都怕死他了 谁都不愿意给他治伤 现在恐怕快不行了 快点 快走 老实点 夫人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朱市长 他人怎么样了 他的山口感染了 又联系不止 不让我们靠近他 一见了我们就砸东西 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胡荣峰 有种我给你打枪 老爷 胡荣峰 老子不怕你 来 给我 我就试试 夫人 不行的 没事的啊 出去 出去 你们都先出去吧 夫人 这 我没事的 快出去啊 是 好 滚 滚 朱市长 是我 程夫人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这儿帮忙 做护士的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护士 你的伤口感染 流了很多血 我帮你包扎一下 别害怕 来 忍一下啊 会有点疼 忍一下 好了 一会儿就好了啊 好了 来 来 还是夫人有办法 连这疯狗似的人见了她 都服务贴贴的 是啊 我看见了 就这样 就这样 我们遵从了那位母亲的遗愿 保住了这个孩子 为她站死在沙场的附近 留下了血脉 留下了血脉 那位母亲临走的时候 看着啼哭的小孩 她是微笑着走的 佩玲 你信吗 她是含笑而去的 我 主事长的弟妹 能够为爱不顾一切 真是世间难得 在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以爱为名义的占有 索取 剥夺 可是这位母亲 她付出的 却是忘我的真爱 为了这个小宝宝 她无私地 将自己的生命拱手让出 是啊 她的爱虽然很悲苦 但却是令人羡慕的 只希望她 可以健康地成长 将这段真爱 延续下去 孩子 叔叔终于把你找出来了 叔叔对你的父母 终于也有个交代了 程夫人 我替她的父母 再次谢过夫人了 朱市长 你别这样 这算不了什么 你快起来 程夫人 你正是干什么呀 朱市长 程夫人 我有个请求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我想请你 替我照顾好这个孩子 不过是我 你别这么说 你不会有事的 程夫人 我已经沦为阶下囚了 连命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程夫人 你要菩萨心长 如果能将这个孩子 托付给你 不过是我 就连她死去的父母 也会含笑救权的 市长 夫人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常跪不起 好 我答应你 谢谢夫人 你先起来 来坐下 乖 乖 乖孩子啊 孩子 你要记住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做一个讲义气 受信用的人 就算是拼缺一死 也不要做那些 背信弃义之事 朱市长 你的伤刚刚痊愈 需要好好休息 明天 我再带孩子来看你 那我先走了 啊 啊 程夫人 我给孩子取名了 就夜守信 你先好好休息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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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hen